3月最冷心的网剧归入 终于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官宣定档开播了 简直太可喜可贺了 作为墨宝飞宝的同名小说改编剧 墨宝飞宝自然也是加入该剧 成为它的金牌编剧 讲述投资总监归晓 与排报特紧入严陈久别重逢的爱情故事 至于为何让人如此期待 当然是因为本次主演两人 由谭宋运和景百然主演 两位都是高人气演员 各自都有着代表作和一大波的粉丝们 想必随着这部剧的播出 会再一次的掀起追剧狂潮 尤其加上了墨宝飞宝 是很有实力的作家 这几年小于没少看他编的剧 像步步惊心 可以生肖默烈火如歌 亲爱的热爱的周生如故 一生一世等都是出自他的手 又甜又感人 满足和很多人对爱情的渴望 归录这部剧的发展 有点类似于何以生肖默 都是从学生时代的爱恋讲起 陆严晨和归晓是彼此的初恋 因为陆严晨远扶他乡进入警校 归晓家庭变故 两人学生时代的感情无疾而终 而在八年之后 从未忘记过对方的两人重逢 再续前缘 这部剧的剧情其实是比较曲折的 虽然男女主是从校园到婚纱的爱情 但过程中却是遭遇了各种挫折 甚至于结婚后也是遭遇了非常大变故 也始终不变初心 这份相互坚守和彼此守护的爱情 还是非常有利点和虐点 堂渡也是在线 谭宋运此番饰演的就是剧中的女主归晓 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 分隔十年 再度遇见曾经的初恋 仍然可以勇敢迈出那一步 不顾一切只为和其相守 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 且非常立体又坚强的角色 归路的男主陆严晨 则是由景百然饰演 在剧中是一名特警 在边疆城市执行了十年 和女主分分合合 最终也是在分隔十年后 再度相遇时重新找回爱情 收获幸福 剧情节奏紧凑 场景写实 角色性格突出 就是本次归路的看点 而且目前放出的预告片氛围 也太甜蜜了吧 谭松运和景百然的CP 感真的太强了 两个人有着最萌的圣高唱 雪中牵手接吻 这CP感真的是磕到了 甜得牙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